由于儿子没拿车车 送炉菜回来的路上 出炉车祸了 那时候是19岁 没有这个儿子的命吧 但是我只能说信天有命 女儿也是一生儿 这个是双胞胎 哎哟 我六个孩子 宋哥 我哥家一个女儿 朋友家一个女儿 这还有啥女儿 当时养不活吧 哈哈哈 穷 咱这一锅里边总共煮的有多少啊 五百斤多一点 煮大就是这个猪 猪体链 这个猪的那样都是在里边卤 猪筷 猪体 猪头 猪体 哦 这里边还有猪皮 有 猪皮 我们女儿子喜欢吃猪皮 找人拿点炒两个 大哥咱锅里面这个卤啊 用了多少年了 从我一开始干嘛 一直到现在的循环 躲了 我就火掉一点 捞乳 捞乳 卤实验挺好的 油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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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好像卤这个猪皮 也卤了不少啊 哦 猪皮没甜 销量大 您这一锅猪皮大概有多少啊 二百一多斤 两百多斤猪头 好 这里面还有小肘的哈 哦 油耳朵 这个都要把它摆开哈 嗯 要不然会粘起去吧 现在是干不过完事业 所以进入一个淡季 现在一天就是卖个四百斤 到五百斤 啊 走了又卖不掉 过年的时候我凉台锅啊 不停地炉 一天都炉过两斤 大哥那你在啊 二百多年啊 在钱赔少赚吧 哎呦 反正是比大功强 挣多少都多啊 几个旅玩 现在也是一起跟着你干了 都跟着我干 儿子失去以后 我的女儿 我每日给她们 盖一套度假度日的别墅 给她买不吃 好好的给我干 干好了 你们都是百万富翁啊 我以前是干机械 电气汗 吹电端 压力容器 干这个机械的时候啊 确实不容易 比如说你看 机械厂 我的手 都有这个餐具啊 这个手也是解厂的 我要来一个安装公司啊 因为这个 我的火箭的不够干的 我的这些公司的这些员工啊 都出去去打工业了 银河的一幅啊 我公司倒闭了一刻 我就想这个银上发展 结果一发展 再这么多年发展开了 中年啊 好像里面骨头 拿来的时候就没有吗 我的一文死难量大 和骨的事件 没有 我就是转门 招了一家这个 做这个半成品 飞表都给它打掉 下巴这一块 下巴这一块都打掉 突出的都是瘦肉朵 没有飞表 比如说这个主题吧 几乎都选用的都是千斤 看千斤的大筋很大 这还是带筋的 嗯 这个就是说老太太都可以吃动 用说轻轻的一切就 就切开了 这个排骨是掐头去围 用最好的中间的这个排骨 这个吃起来口感好 现在我的主头呢 做的这个景品 比一般人要贵一点 也不像我买的时候就贵 要求的当次高一点 啊 我的主头现在卖价子四十块钱一斤 而且我从不用重货 都是闲货 图在场里 每天栽撒这个一百头到二百头骨 一天要出一顿主题 我就给它订下来 我用给你我的用量 几天发一次 那这个怎么卖的呢 这个卖三十五一斤 三十五一斤 对对对 那我看你那个内排 那个纯内排卖什么价呢 这个内排的现在卖五十一斤 这个小猪猪很好的 这个两个人吃一个正好 这一个大概有多重吧 这一个大概一斤半左右 你看里边全是瘦肉 看看 呀 吃饭了吧 没有 没有 没有三颜尺的肉垫的 好 看掉来的肉都是面的 是面的 你的鸭不好 这样能够吃动 没有鸭 您今天高瘦了 八十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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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很好 很好 还喜欢吃肉 我喜欢 吃不住 吃不住 那你这个卤菜的手艺 是从哪里来的呢 也是我自己的创生 创生嘛 比如说这个大料获菜 他们都焯烫菜 我从来不焯 我就是用我自己的这个大料获菜 比如说纸子 红枣 枸杞 这都是出好颜色的这个中油菜 现在人家注重阳省啊 血汤糕的 汤咬病的 他都不吃汤 所以说这个里边不含任何汤 这五公块的东西 不含任何添加剂 都是小菜主人 说的菜主啊 就是是不是那种土 对土主 那一种大猪的 那都是老母猪的猪人 男猪 猪了以后吃不动 看看我的鸡 全有的都是二年以上的老母鸡 二年以上的鸡吧 这个肉质好吃 那你放在这个猪头肉里面一起卤 它不会稍微吗 可猪过在一起卤 猪过也好吃了 盘也好吃了 那你这个肉皮是怎么卖的 二五一斤 肉皮二十五 嗯 吃肉皮的也多啊 现在多 美容洋艳 哦 跟我共同生活三十八年的老伴 哦 他这一层这么不容易 有我的今天 有他的功劳一半 大哥他您今年多大了 今年五十七了 五十七了 哦 少的今年多大 五十八 五十八 那你还比他大一岁 要大三岁再后来 你大三半斤转 哦 这么多铝啊 现在老了就有酒喝 有酒喝 喝不完 我看你这个猪皮的量特别大 现在这种淡季了 还少一点 正常在旺季的时候 每天管主皮这四百斤 哦 主皮就要四百斤 对 再加上其他的 一百个六百斤左右吧 哦 哎呦 你家这个小狗啊 養得还挺脆的 都是猪猪和肉吃的 吃猪猪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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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吃 他的猪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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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 这个现在就是送到门店去了哈 这个现在就是送到门店去了哈 对啊 这是别人金虹大包带走的 再吃一个九号的吧 再吃一个九号的吧 十五号二十三 哦 他这次五个带走的是一边吃了五 赛哥大家这个卤菜味道怎么样 不错不错 哦 以前也吃过哈 对 以前朋友推荐到我 我就过来尝尝 尝了个我自己就回来了 再来一次 那您是哪里来 我姜苏的 姜苏的 对对对 专门过来尝尝他这个卤菜 对对对 因为我也周边那么也近 然后特别从店铺来尝尝 主要是奔着肉来来的 确实吃的挺得心的 吃肉啊 对对对 吃得过瘾 过瘾过瘾对 这才叫吃肉嘛 哈哈哈哈 二斤煮牛肉大包再多 切吧 切啊 切切开 好 大块 大块是吧 好 这一块 装成块一块 好 五十九 大块块 好 这个四十五 赛哥他家这个卤菜味道怎么样 不错非常不错 非常好 非常好 对 那你们以前也来吃过哈 吃过 从十几岁就在这边吃 十几岁就过来吃这个 现在在老店的时候 那你们就是当地人哈 对对对我们本地的 好 这块肉多少钱 这是七十五块钱 七十五 七十五 哦 好 满满一大盘的 来来 三个六七十五 满满你家这个凉菜是怎么办的 哦 平盘就是十块一块 五十一块 正常就是十块钱一份哈 哦 平盘 做拼盘 对 做可以拼 满满你给我切点这个出工的 要这点要这点 这也够不够 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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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六块钱呢 哦可以可以 一会你给我再拿一个猪皮 这个就是当山非常有名的鲁菜 我们买了一份猪头肉 又买了一个这个猪皮 这一小盘的总共四十多块钱 嗯 它这个猪头肉啊 跟我们那个苏兰那边的猪头肉啊 做法不太一样 苏兰猪头肉呢 它吃起来就是以那种软烂为主 但它这个猪头肉做的呢 是吃起来有点筋道的 它这个猪头肉上面啊 就是瘦肉比较多 基本上看不到什么肥肉 味道呢就是那种 五香味的 但它香料味并不是太重的 吃猪头肉啊 必须要配点这个蒜 配蒜吃猪头肉是最香的 他家这个店啊 其实它是一个面馆 卖这个卤菜为主 一般很多朋友到这边来吃啊 都是点一份卤菜 然后要一份面条 正常的话 也就是一个人也就十几二十块钱 基本上就搞定了 还是比较接地息的 这家老板啊非常厉害 就光这个卤菜啊 每天就可以做到四五美金 生意做的特别好 吃卤菜啊 有时候啊第一眼印象 就是看它这个颜色 大家看一下 它这个卤菜的颜色 特别漂亮 外面这一层皮吃起来是最过瘾的 非常Q弹 味道呢跟猪头肉差不多 因为它们是一只锅卤出来的 大家这个卤菜做的味道确实不错 非常棒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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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